在二世七祷告时 都会为着自己 还有家人自解祷告 而神也不断的提醒我 要为着自己的小信悔改 更要为着家人不认识神 拜偶像的罪 求主怜悯洁净 几次祷告后 很神奇的是 最近跟爸爸妈妈聊到工作时 他们便很坚定的跟我说 那你要祷告啊 感谢神 借由卫信主的爸爸妈妈 来提醒我 鼓励我 也感谢神 无论使我面对工作 还是传福音的信心 都大大的提升了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